董卓认为 小山以东的军事联盟声势浩大 打算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进行躲避 公卿们都不愿意 但没有人敢说 董卓上表推荐河南人朱骏为太普 作为自己的副手 派使者去招朱骏接受任命 朱骏拒不接受 对使者说 把京都向西迁徙 必然会使天下失望 反而给小山以东的联军造成了机会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 使者说 照您接受太普的任命而您拒绝了 没有温习迁都的事情 你却说了许多 这是为什么呢 朱骏说 作为相国的副手 是我所不能承担的重任 而迁都是失策又很急迫 我拒绝无力承担的重任 说出认为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正是做臣子的本分呀 因此 董卓就不再勉弹 董卓就不再勉强朱骏做自己的副手 董卓召集公卿商议迁都 说 高祖宗室 高祖建都官中共立十一室 光武帝建都洛阳到现在也是十一室了 按照十包衬 按照十包衬的说法 应该前渡长安 以上应天意 下顺民心 百官都默不作声 司徒扬彪说 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 阴带盘庚 迁都豪逸 就引起殷民的怨恨 从前 关中地区遭到王莽的破坏 所以 光武帝改在洛阳建都 历时已久 百姓安乐 现在无缘无故地抛弃皇家宗庙与先帝的陵园 恐怕会惊动百姓 必将导致大乱 十包衬 是一本专谈要挟的书 怎么能够相信使用啊 董卓说 关中土地肥扰 所以泰国能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而且拢幼地区出产木材 杜陵在五地留下的烧制淘气的摇灶 权力经营 很快就能安顿好 跟百姓怎么值得商量啊 如果他们在前面反对 我以大军在后面驱赶 可以让他们直赴沧海 杨彪说 动天下是很容易的 但在安天下就很困难了 愿您考虑 董卓便脸说 你要阻挠国家大计吗 太尉黄丸说 这是国家大事 杨公所说的 恐怕可以考虑 东卓不搭话 司空寻爽 看见董卓已经很生气 恐怕他要伤害杨彪等人 于是和缓地说 难道向国是乐于这样做吗 小山一东起兵 不是一天可以平定的 所以要先迁都 以对付他们 这正与秦朝和汉初的情况相同啊 董卓怒气这才稍微平息 黄丸退下后 又上书反对迁都 二月初五 董卓以灾疫为借口 上奏皇帝 免除了黄丸扬镳的职务 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 太仆王允为司徒 城门校尉武穷 都军校尉周碧 坚决劝谏反对迁都 董卓大怒说 我初入朝 你们两个劝我用良善之事 我听从了 而这些人到任之后 都起兵反对我 这是你们两个人出卖我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 初时 逮捕武穷周碧 将他们处斩 杨彪黄丸恐惧 就到董卓那里谢罪 董卓也因杀死武穷周碧 而感到后悔 于是上表 推举杨彪黄丸为光禄大夫 董卓征召经兆尹盖勋为一郎 这时 左将军黄辅松 统兵三万 驻扎在福峰 盖勋秘密与黄辅松商议 讨伐董卓 正在这时 董卓也征召黄辅松为城门校尉 黄辅松的长使 两眼向黄辅松建议说 董卓在京城抢掠 随自己的心意费礼皇帝 如今征召将军 大将有性命之忧 小则会受到羞辱 现在成董卓在洛阳 天子到西方来 将军统帅大军迎接皇帝 然后奉皇帝之命 讨伐叛逆董卓 向各地将领征兵 袁绍等人在东边进攻 将军在西边夹击 这就能生擒董卓 黄辅松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接受了征兆 动身去洛阳 盖勋因自己兵弱不能独立 也回到洛阳 董卓任命盖勋为乐旗校尉 河南引朱俊 对董卓分析军事形势 董卓轻蔑地说 我百战百胜 胸中自有主张 你不要胡说 否则你的血将玷污我的宝刀 盖勋说 从前武丁那样盛名的君主 还请求别人做建议呢 何况像您这样的人 竟要封住别人的嘴 董卓于是表示歉意 董卓派军队到阳城 正好百姓在祭祀土地神的场所集会 军队就当场把男人全部斩杀 用他们的车子装在俘虏的妇女 把人头系在车缘上 唱着叫着回到洛阳 宣称攻击叛军大获全胜 董卓把人头烧掉 把妇女分给士兵做奴婢或者妾 17日 现地流邪西迁长安 董卓逮捕洛阳城中富豪 加以罪恶之名处死 把他们的财物没收 死者不计其数 驱赶剩下的数百万居民 都向长安迁徙 命骑兵和步兵在后面逼迫 马踏人才互相拥挤 加上饥饿和抢掠 百姓不断死去 沿途堆满尸体 董卓自己留住在碧归院中 命布下纵火焚烧一切宫殿官府和百姓住宅 两百里内房屋尽毁不再有积权 又让吕布率兵挖掘历代皇帝林秦 和宫卿及以下官员的墓地搜罗珍宝 董卓曾捉到一批山东兵 他命人用十余匹涂上猪油的布 裹到这些山东兵的脚上 然后从脚点火将他们烧死 三月初五 现地到达长安 在经兆尹的府中住下 后来又将宫殿稍加修整 才搬入宫中 这时董卓还未到长安 朝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司徒王允负责 王允在外补救缺失 在内为王室筹划 很有大臣风度 从天子到文武百官都依靠王允 王允对董卓趋意逢迎 而董卓也一直信任王允 董卓因袁绍的缘故 十八日杀死太傅袁伟 太朴袁基 及其袁家英海以上的五十余口 七初 荆州刺史王瑞与长沙太守孙坚 共同讨伐林林贵阳二军的叛贼 王瑞因孙坚是个武官 言语之中很轻视他 极致各州郡起兵 讨伐董卓的时候 王瑞与孙坚也一同起兵 王瑞一向跟武林太守曹寅互不相下 扬言要先杀死曹寅 曹寅心中恐惧 就伪造了一份朝廷暗刑使者的公文 交给孙坚 宣布王瑞的罪状 要孙坚拘捕王瑞 行刑后再把情况上报 孙坚得到这份公文 就率军袭击王瑞 王瑞听说孙坚部队到来 登上城楼眺望 派人前去询问 你们要干什么呀 孙坚的前锋部队回答说 士兵长期征战很辛苦 想面见刺史 请求发给军饷 王瑞在楼上见到孙坚 大惊 问他 士兵自来求赏 孙太守怎么也在其中 孙坚说 接到使者的公文要处死你 王瑞说 我犯了什么罪呀 孙坚说 你犯了无所知的罪 王瑞被逼无奈 只好刮下金蟹 吞饮而死 孙坚率军前进到南阳 部中已经有数万人 南阳太守张兹 不肯供给军粮 孙坚将他诱出而斩杀 南阳郡中十分震恐 孙坚要什么就给什么 孙坚进军到鲁阳 与袁树合兵 袁树因此得以占领南阳 上表宝奏孙坚代理破鲁将军 兼玉州刺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